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是马英九 重视人才跟领队的处理危机方式 拿下第一名的依然是蔡英文的26% 马英九24% 换句话说你看到 从维护主权兼顾两岸和平 跟是不是有心讲清楚治国方向与做法 这个部分通通蔡英文领先 也包括整个团队的危机处理方式 都是蔡英文领先 从这些数字当中反映今天 两个人对两岸政策所勾的内容 最大的不同可以看得出来吗 到底谁在捍卫台湾这个主权 到底谁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呢 来 听飞 其实刚刚听到许委员在替国民党的主席 马英九在做编户 我们是感觉替他捏了好几把冷汗 其实他也是很无耐 因为现在国民党基本上 都只有用做的 他也不讲 刚刚书伯说 这个对等而非主从 国民党也没有讲过主从关系 那你怎么会说定论为主从关系呢 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不用讲的 他直接用做的 这才是可怕 从这个江城会 几次的协议以来 全部我们台湾都是被动的 所有主导权全部都是在中国 中国说一我们不敢说二 甚至我们要求我们再多一点 在互惠的当中 两岸互惠当中 我们一样都是被打回票 但是打回票的时候我们敢讲话吗 不敢讲 像江城会现在不是又要开了 但是问题是 中国不愿意让出我们要的一个 一个利多的部分 所以也不敢开 而且我们看到说ECFA的部分 最好笑 我们通过了一个完全是空白授权 这个空白授权是要给谁填 不是给台湾填 是给中国填 ECFA的部分 哪一个要让利 哪一个要做 他们一个主导的部分 他其实他们的版本都写得一清二楚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说 在蔡英文所提到的 互惠而非让利 和平而非冲突 对等而非主从 其实已经把两岸关系 国民党跟民进党 马英九跟蔡英文 两个不同 其实已经点出来了 我们所讲的互惠 是坚持两岸 我们台湾有的 中国 他基本上 他应该得到的部分 两岸一定要有对等 这个部分才是未来在整个市场当中 我们怎么从世界走向中国 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重点 但是呢 现在 马英九不是啊 马英九为什么把整个市场锁在中国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被 他们牵着鼻子走 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立场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刚刚苏博说 这个就是一样啊 只是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政调里头 他有两岸才有外交是这样子 从中国走向世界 对不对 当你要从中国走向世界时 你的中华民国可以变成他的一省 如果你认同是他底下的一省的话 主从关系就出来了 你当然啦 你这认为他的一省 你当然很容易走向世界啊 是这样子呢 可是呢 你的中华民国就被拿掉了 这个国家就被消灭了 所以马总统的逻辑里头 其实呈现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说 如果整体来说 他有两岸 然后才有外交 都最后只剩下两岸 根本没有外交 要不然你说真的有外交政策 最近我们说驻外使节 有上百人回来嘛 驻外使节 才问这个胡维珍说 诶 请问一下 在这个最近几年来 包括驻外使节 不知道如何跟在外的 这些中共的外交人员去相处 还是假想敌吗 他们有很大的问号 这不是很基本的 SOP的驻外人员吗 他们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问号 要不要再继续搜集情报 诶 不知道 有这么大一个问号 所以才有很多驻外人员 炮妹 搞绯闻 不用说贪毒了 有这么多的时间 因为外交修兵了 是这样子嘛 马总统的政策里头 跟蔡英文 其实看得出来 谁到底有在捍卫国家 谁也要把台湾 当成一个主权国家 其实非常清楚 不是吗 黄伟委员 是啊 我觉得这很清楚 为什么会 许出国议文 你会讲的这样子 好像一副 好像都一样的样子 其实刚才许文 有两个基本论调 一个就是说经济没有一定性 所以中国走向台湾 是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中国 都一样 其实 不是 都一样 不是 你讲的那个 是商人的角色 就是商人的眼光 或许他可以这样想 可是我们现在在谈 做一个领导人 国家的角色 是要让我们的经济 从世界走向中国 还是中国走向世界 很明显的 马鑫九跟蔡英文就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不一样 造成的后果也不一样 马鑫九所造成的后果 就是把经济锁在中国 而我们要的就是 因为经济锁在中国 产生了很多的失业 厂商外移等等这些危机 我们现在要从世界 再进中国的时候 以整体的一个利益来思考 而且不会被中国掐住咽喉 这是我们政府的角色 你不要把虎娘跟商人的角色 来看商人应该怎么走 那是商人 不是你这样 也不是马鑫九 我说政治跟境界 对谢谢让我讲完 另外一个其实他说 你现在是在 难道要跟中国敌对吗 其实这跟马鑫九的论调又一样 其实马鑫九今天在八二三炮战 敲那个上中和平中 其实我觉得 大家看他在敲和平中 我看他在敲一个上中以外 是在敲一个恫吓的中 他在吓大家 他说如果你们不维持九二共识 不维持我的三部 到时候就是要战争 又要回到战争 八二三炮战这样的一个场合 我觉得那是在恫吓 那种恫吓其实跟中国立场 一模一样 其实徐伟委 徐伟委你讲得好像 也有到这个地步去了 其实我必须要问 国民党在 现在马鑫九在跟中国 在这样子所谓的让利和平 然后甚至让渡主权这样的情况下 你以为中国的敌对有消失吗 你说民进党要跟中国敌对 其实真正敌对的不是台湾 是中国 就你国民党在主政的时候 你敌对有消失 没有 飞弹没有撤 飞机还千天入侵 这叫做敌对消失的吗 所以真的都是在 真的都在混淆四天 所以敲和平中不是马总统 说和平 就说是和平了 不是他说了就算了 是中国的态度 所以你们的实验的态度 你的实验的过程已经失败了 为什么 平和日报这样问他 你敲和平中等同 再敲丧中是怎样 没有错 就是你自我投降了 你自我投降 比如说最大的自我投降 就是所谓九和共识 九和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他来进入到台湾的领空 有什么入侵的问题 这条海峡中线是当初 台海两岸的危机的时候 尤其是 事实上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才定出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讲 就是因为一个中国 所以才有国共内战 所以才有823炮战 所以台海战争 所以一个中国原则 反而是制造战争的原则 结果我们现在希望主权独立 我们希望世界各国的势力 大家一起来维护台海和平 结果马英九的态度是把 全世界的势力推出去 一厢情愿的跟着中国 想说利用中国来维持 结果大家都知道 让杜主权的和平 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平 让杜主权的和平 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蘋果日报讲的 他反而敲起了上中 所以刚才讲的 那个一个中国 才是真的问题 而且这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所谓的三部 根本都是假议题 你如果一个中国的时候 哪有不独不统呢 对不对 就是统 还有不独不统 这是假议题 那不武更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中国 他随便要开战就开战 所以反过来看 蔡英文的战略观很清楚 其实这都是战略观有连续的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台湾台海 是一个国际的事情 是国际事务 一个国际的局势 他不但是外交是国际局势 他的两岸的和平是国际局势 经济也是国际局势 所以他从世界要走到中国 也就是说透过跟世界联结 来跟中国交往 才能真正得到和平 等到经济的发展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外交 这才是我们未来要去走的地方 所以要达到上述这一点 他必须要否认九二共识 要否认一个中国原则 因为只要一个中国原则的 框架之下 所有我们要走的 从世界走到和平 通通都会限制 因为世界各国根本无法去 介入所谓的台海的关系 为什么 一个中国原则 变成内政的问题 所以这个战略观 是在蔡英文主席的眼中 他的脑袋中 是非常的清晰的 反正马英九 才是真正制造一个战略模糊 结果最后是 真正在让利的是台湾 真正让杜处权反而是台湾 徐果你还是认为 马英九的战略思考 有以台湾为优先吗 有吗 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庭卫 你刚刚讲 这个我们不要让利 我们要互惠 这是你们主席小讲的 好啊 那你刚刚又说 我们要求的他们都不要 那你又要 我们要求的人家都不要 说这样不是 那你现在要 假使要互惠的话 我讲完 我假使要互惠的话 那很简单 很简单 台湾跟中国大陆 可不可以完全站在一个互惠 完全大家都是对等的方式 我认为不可能达到 为什么 台湾的农产品 可以全面进口大陆 大陆农产品 可以全面进口台湾 试试看吗 不可能 因为很多的事情 是不在一个立足点的平等上 中国大陆13亿人口 中国大陆 他所拥有的资源 跟台湾所拥有的资源 我们拿什么资源 去跟中国大陆13亿人口 他的市场大 还是我们的市场大 当然是我们的市场小 所以要扩大我们的利息市场 我们最多就是2300万 现在到中国大陆 叫全世界去经商的 甚至不到2000万在台湾 你要不要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要 那你平和理性的来看 我们需不需要 让他有开一个门 和平是普世的价值 不是谁敲一个中文 或者怎么样 叫和平 和平有好几种方式 我用什么方式去面对 可以制造和平 我用什么面对去制造 面对的时候 我可能会制造愤乱 台湾目前的这个台湾的社会 是不容许战争 我也不希望说 这个大家要走到战争这条路 而是说今天你说 让杜主权 从头到尾再讲中华民国 然后你一直提反他 你认为民进党拿一个论述里头 让台湾的未来 带来不确定感 甚至可能会走向 所谓的兵容相见 很简单 你能不能说 今天跟中国 跟台湾之间的交往 可以从此一刀两断 你能不能讲这样 我们也没想到 你需要去讲 台湾需要这样的论述 交往的徐会员 已经在斗克台湾的整个 那你既然 你既然要这样 我问一句话就好 我问一句话就好 那你拿 你说没有九二共事 有没有 当然你们 因为九二共事两岸才能交往 是这样子吗 那你总要有个立足点去谈判 请问你告诉我 你跟中国之间的立足点 是什么 而且他可以接受 然后坐下来跟你谈判 那我就请问你 为什么阿扁执政的时代 有小三通 为什么有包机直行 为什么 那个时候九二共事这个东西吗 那只简单讲一句话 你们的和平是建立在什么上头 两个字 投降的前提之上 这个叫和平吗 那是你的 是让自己真的陷入 把命脈交给别人的手里头 那是你对别人的主权 一旦主权让渡之后 说真的是无法逆转了 那么马总统现在政策里头 还互有台湾这个主权吗 还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打着中华民国 消灭中华民国 可以啊 中共什么东西都say yes 也让你进入许许多的大陆市 中国全球的市场 但是大前提里头 你变成他的一省 他等于随时可以把你拿掉 随时可以消灭你中华民国 我们是要这样一个所谓的经贸 所谓的两岸政策 把它做 看出台湾变成中国的小弟 那我们就不用算了 在于中国的政策里面 不是有或没有 黑或白 而是中间有很多空间 我们可以去拉扯的 那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蔡英文十年正刚 洋洋洒洒洒十几篇 其实里面回归到 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就是台湾的定位 台湾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要和平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经济 我们要跟全世界共同发展共荣 但是在国际政治里面 特别是共产党 他是非常务实的 和平是需要代价的 我们驾到民进党的主轴 我们是希望透过全世界 再走进中国 这是为什么 因为台湾需要 有一个很好的架构 这个架构是 台湾有一天 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对日本有关心 对美国有关心 对日本也会影响 这就是台湾的架构 在全世界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内部的纷争里面 一个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跟中国和好 到底要不要中国的市场 这个是要的 可是在里面 我们不要牺牲我们的主权 我们不要牺牲我们所有的一些 人民应该有的利益 刚才有说到 蠻久的用人哲学 也许有讲远的 可是用人哲学就是 口啊来大家都知道 小小圈的 那到治国里面也是一样 他只要跟中国 那其他全世界 我们的比重 全部都是比例不平衡 那接下来 台湾 我们不要孤孤单单的 来面对中国 我们要跟其他东南亚的国家 跟其他的强国一起來面对 走进台湾好像是 跟中国这样 像陆克 最近陆克没来 台湾好像很多生机就被斩断了 现在全世界的强权结构 正在改变当中 中国的崛起 是不可以不面对的 但是我们面对的方式 对不对 我们面对的方式 健不健康 我不要做人家的小弟 人家给小费 给多一点 我就开心 那不给我就整个 要那个口袋 很难过吗 不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刚刚远见的民调 有说 愿意讲清楚 那这几个 那这几个条件 不就是身为 中华民国 台湾总统的 最主要的 核心价值 跟他的条件 马英九 都没有做到 难怪被人家 笑是波斯猫 贵族的猫 脸扁扁的 只有一点很漂亮 當然我也很欣賞波斯 可是總統不是一個裝飾品 總統不是在那邊撞中 這麼形式主義 台灣的本質 台灣的經濟架構 還有剛剛台灣的國家角色在哪裡 這些東西是馬英九長期以來 都沒有跟我們台灣民眾 好好來交代的 據中國發展 好啊 可是你什麼東西要留在台灣 你什麼東西 你的比重有沒有去抓 我們感覺實在是沒有 難怪台灣現在人才都往外流了 難怪台灣現在很多高科技都跑出去 難怪台灣現在貧富殺局越來越大 你能夠去中國發展這種產業結構 當然是好人啊 台灣一般民眾怎麼辦 那今天十年正綱 最後十年正綱最主要是 我們民進黨不再是以短期討好選民為主軸 我們相信文官體制 所以會超越有四年以上的制度 跟架構出現 這是台灣正在民主推升 我相信民進黨這些作為 居然國民黨所有政務官 上call in就上call in 上這個廣播節目就上廣播 上Facebook狂批的狂批 到底要幹什麼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台灣很民主的作為 國民黨的這樣子 真的實在是讓我覺得不遲 剛剛特別提到所謂在地經濟的部分 在地經濟你必須要把這個基礎去扎穩 那麼我最近看到整個股價的表現 其實有一些一些感觸 三星最近在併購惠普的過程中 你看到紅海如何受到衝擊 那麼你看包括幾個股價的表現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如果我們長期在在地經濟方面有所琢磨 我們長期在我們研發工作方面沒有去棄手的話 其實不會許許多的大動作打一個噴嚏 我們馬上刮颱風 這是幾個股價指數讓觀眾朋友做參考 馬總統上任時那時候有達多少呢 58.4 然後現在多少呢 12.5 期美股價呢 85塊錢 在馬總統上任時現在呢11.1 變成幾乎是像是一個 一個票面的一個數字 宏達電在最高點的時候 現在是708點 708塊錢 那麼在最高點曾經來到1300多點 我為什麼提出這個數字 包括三星最近在併購這個惠婆 我們說在地經濟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如果很多的命脈 你包括你也不做研發 你很多技術外流了 很多侵入前進的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一點動搖之後說真的 我們真的是毫無反抗 毫無反制的能力 這等於說認同別人去宰割 這是經濟面向方面 但是呢在整個軍事跟外交 你可以不要嗎 徐律師在兩蔣時代 我們看到不管外界對兩蔣時代有多大的爭議 可是畢竟台灣這塊領土裡頭 我們的安全性跟軍事外交是屹立不搖的 可現在不一樣了 動不動海峽中線就來了 動不動外交 這些外交官就不知為何而戰 軍事動不動也形同棄手啊 我覺得現在跟過去為什麼差這麼多呢 馬總統真的有把台灣當成一個國家在捍衛嗎 我想主體性是很重要 蔣介石跟蔣經國時代至少他對台灣這個主體性啊 他還是有確立的 他是要捅他而不是要被捅 兩蔣的時候除了打到古林頭之外 有打過來嗎 是 所以說他當然打到那裡就沒打過來 是 從平衡就沒辦法打過來 我現在說大家去思考說 從中國走向國際 跟從國際來面向中國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從國際在來面對中國啊 我們不會受制於人啊 而我們從中國要走向全世界 當你走入了中國以後 你就受制於人 人家要不要讓你走向世界 要不要讓你走向國際 那就要看中國的臉色喔 中國不讓你走出去 你又能怎麼樣 所以啊 當你走進中國再要走向國際 你就受制於人嘛 問題就出在這裡嘛 一個國家為什麼說平等互惠 要強調平等強調互惠 就是你不能受制於人嘛 這就是很簡單的事情嘛 所以你看看今天新黨 新黨的一個主張真的是很可怕 他說什麼 文字要統一 貨幣要統一 市場要統一 人力要統一 這個叫市統 希望馬上做 連任你以後立即做 馬上丟到現在為止 沒有回應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高興的很 欸 辛難接受的 我不知道許淑波接不接受 但是很多國民黨是辛難接受的 新黨在他們的那天晚上的黨慶 公開提出來的喔 所以我要跟你說 你思考這個時 請問 因為喊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包括現在戰機走廁一樣 國軍共軍真的是中國軍的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說 所謂的整個兩岸的論述裡面 為什麼說全球化 我要告訴大家 全球化不是只有經濟的全球化 經濟的全球化 也不是走向中國再走向全世界 全球化有經濟的全球化 還有軍事的全球化 有社會文化的全球化 也有環境衛生的全球化 當在環境衛生的全球化裡面 中國人有殺死 欸 台灣 你我們的一本本一割 你要嗎 所以你思考喔 不是說所謂的全球化 在很多東西就一律開放 不是這樣喔 不是就市場開放 人力開放 重來要開放 也是向全世界開放才叫做全球化 它不是喔 它是所有的中國 請問這是全球化嗎 這不是全球化 這是什麼 這叫做中國化 所以包括社會文化裡面的 這麼重要的全球化 當韓國在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戲劇 輸出他們的連續劇的時候 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是怎樣 我看除了3D跟友台民視以外 有在製作一些電視劇以外 請問我們台灣的一些非國史之後 8點到11點 8點到11點 我們在看 跟身處韓國一看 身處韓國 或者身處中國 今天這樣挺歡迎好像 不會 今天這樣挺歡迎好像還說 文化是兩岸最大的公共 是啊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要注意這個 我們要往哪一條路走 一個馬總統的戰略思考 跟他的方向 跟這個國家的方向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監督的力量在哪裡呢 可是我們看到為尋求連任 這個兩面手法 這個兩面手法 也許觀眾朋友你根本不有什麼 今天聯合報做頭版 蔡英文十年正綱 賴信遠的十八問 頭版還不止如此 聯合報的三板頭 三板頭 民進黨蓋瓜承受 EFFA不會公投 其實後來我們對照今天蔡英文的論述 其實EFFA的政策恐怕不是這些人 這些人說了就算 蔡英文的基調裡頭 定調就是有民主程序 有人民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標題是不是真的引述 包括林卓水 洪其昌 這些人所講或是柯建敏 事實上我發現是有落差的 不是這些人說了就算 聽聽看蔡英文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但是賴信遠十八問 蔡是否繼續推動EFFA 我念一個題目 來讓觀眾朋友聽 第一問是什麼 過去蔡英文認為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未來我方官員代表的是流亡政府嗎 好 第二個問題 如果蔡英文執政 是否會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定位兩岸關係制定大陸政策 或者是另外發動公投決定兩岸關係 有十八問 我請教的是美美 現在是怎麼樣 行政團隊總動員嗎 老實說我最近看到一個 蕭萬長副總統的 這個百年的廣告 我永遠看到 我叫一馬人叫的競選廣告出來 哇 三不五時都一直播一直播 現在看到這個賴信遠 十八問蔡英文 老實講裡頭 裡頭有些還不關 入委會的事情 那你十八問現在是怎麼樣 行政單位總動員嗎 包括其實 昨天我們有一個報導 就是蔡英文的十年政綱的記者會 現場有內政部人員要操 當然疊對疊 大家互相的一個觀摩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可是可以看出來 行政團隊上上下下 總動員 保馬 還是保自己的官位 來 美美 既保馬 也保自己的官位 因為只有馬英九連任 他們的官位才繼續有望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所以為什麼 比如說賴信遠 過去是台聯黨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可以為了捍衛台灣的這個毛巾 我們在地的產業可以這個樣子 可是馬英九 提拔他當陸委會副主委以後 馬上變成一張臉 這裡面他有前後臨印的一致性嗎 沒有 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官位 所以包括國會的聯絡人 請問上班時間可以這樣去嗎 你們一方面罵蔡英文是空心菜 二方面叫人家來取經啊 來監軍嗎 這個是堂堂政黨該做的事嗎 然後我覺得最可笑的是 現在是看起來像什麼 現在國民黨看起來像在野黨 民進黨看起來是執政黨 民進黨一再的推出各種政策出來 國民黨不是害羞地板 如果說我們已經在做了 不然隨便幫你抹黑吐槽 就是這樣子 請問這就是國民黨在做的嗎 如果是這樣 我們需要這種執政黨幹什麼呢 也難怪為什麼遠見的民調 在這裡面 馬英九除了一些人格方面 大家還對他保有一點假象以外 他所有的能力 治國的方向 團隊的管理能力全面落後啊 這表示什麼 表示馬英九的能力破產嘛 那執政團隊慌了嘛 所以不擇手段嘛 所以哪裡有行政中立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就只是護馬的鐵衛軍而已啊 但是所以我只是講一句 我覺得剛剛補充用哥哥講 就是說 多麼可怕 新黨講說兩岸要文字 幣字 市場 人力 四項同意工作 他就化名了啦 國民黨不是只有不回應 派主席賀電耶 黨慶的時候耶 還說什麼 還說啊 這個啊 國民黨跟新黨 真的就是說公開 國民黨公開支持 新黨參與明年的不分區立委選舉 這什麼意思 嗯哼哼 兩個統一黨啦 一個民的法統一啦 一個暗的造統一啦 抱在一起 跟中國共產黨抱在一起啦 要核管台灣嗎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現象啊 那對底下這些官僚而言就是說 反正國家的方向 國家的未來 台灣的主體性都不是重要的 馬英九能夠連任 官位能夠續保 那就好了 其他關鍵是國家全黨的事情 所以聽來你這麼說 如果今年很多黨 國民黨的形同是投給共產黨囉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等一下 開放扣印 同時來看宋楚瑜為什麼暗喻 馬總統像個波斯貓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知道說 馬總統有很多的馬咪 你好 真是歐巴桑 哇 實在看著馬英九 鬆得不知道啦 實在是真的是這樣 我們相信有很多馬咪 但是觀眾朋友 年底的這一張選票 您的一票呢 非常關鍵 就決定台灣的未來 馬總統的形象在怎麼包裝 但是無法去掩蓋 他對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禍害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